而在这样湿湿冷冷的天气当中呢 感冒挂病号的人也变多了 尤其是流感 在上个礼拜就新增了14例的重症 其中还有两例死亡都是男性 美国现在有一项研究呢 发现越有男子气干的人 免疫力反而会比女生差 更容易来感冒 不过国内医师对于这项研究的看法 还是比较保留 消防猛男大秀肌肉线条 单手伏地挺身 平常出入火场纪念运力上头 还印有英雄救美的帅气图样 相当有男子气干 但是美国研究却发现 越美的男子反而越容易感冒 推测是高丸酮上升 让免疫力跟着往下滑 虽然研究有此一说 但是国内医师认为还得进一步探讨 而国内流感疫情虽然还不到流行期 已经有两个人死亡 上个礼拜新增14例的流感并发症案例 其中有11例是H3N2 这两例的话呢 都是H3N2的这个型别的流感 那目前流行的A型流感 包括H3N2 H1N1的话 跟目前的这个流感疫苗的型别 都是吻合的 机关署也提醒 明年元旦开始 公布流感疫苗 扩大第二波施打对象 50到59岁 慢性病患者免费